我们似乎已经太久没见过 这么能飞的本土风险了 上一位应该还是丁燕宇航 张振霖的每次攻框 基本都能预定五家球 就算是扣飞的球 也能出个急紧的男人 而这仅仅是他CBA的第一个赛季 这不得不让我们 对他的生涯前景越来越期待 张振霖出身于篮球世家 母亲是中国女篮民宿王芳 她曾是当年能在奥运会和世锦赛 都拿到第二名的 中国女篮的第二得分手 张振霖带着这样的光环 来到CBA 自然受到非常多的关注 她的成长之路 和众多国内球员不同 很小便被送去美国打球 两年前代表杜兰大学出战NCAA NCAA的表现中规中矩 场均出场20分钟左右 但是第二年打的是中锋 非常的不适应 辽兰一直非常重视她的发展 早在三年前 辽兰就做好了张振霖在篮鞋的手续 张振霖身体素质很好 作为三号位时身高优势明显 作为四号位时移动速度占优 她可以从三分线突破造杀伤 吸引防守 改变对方的防守阵型 还能为队友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 她的三分球也是她的杀手键之一 本赛季可以保持在37.5%的三分命中率 除了三分球和突破 张振霖也有低位背身单打的能力 有了稳定的投射 那么张振霖的进攻威胁将进一步提升 更重要的是 受美式篮球影响 张振霖几乎不吃球权 这会让她在搭配郭艾伦和赵继伟时 都能成为优质的终结点 最近的五场比赛 张振霖场均可以得到17.4分 5.8个篮板 两次助攻 1.2个抢断 投篮命中率57.4% 三分命中率37% 小将张振霖的确展示出了较为全面的进攻技巧 另外她强壮的身体 也是辽宁队在防守端不可或缺的战力 如果在上赛季总决赛 辽宁有这一号人物的存在 风险可能就不会被广东玩爆 张振霖拥有极佳的身体天赋 一旦进入自己擅长的节奏 就能打出漂亮的数据 但如果开局不顺就会低迷一整场 再加上辽宁队人才技技 张振霖在杨明手下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战术地位 也没有获得清晰的角色定位 所以张振霖的表现还没有那么的稳定 张振霖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防守 在对阵山东时 张振霖只上场了两分钟就被换下 此后一直是灰毛巾主力 那场比赛就没有出场了 原因为何 因为杨明不满张振霖的防守 所以那场比赛直接弃用了张振霖 张振霖在上场后频繁漏人 导致对方进球 张振霖目前的防守效率为109.7 排在全部球员的第52位 虽说他在进攻端打小前锋 会有身高和体型的优势 但是在防守端 这优势反而就成了弱点 张振霖拥拥有大前锋的身材 所以移动速度和反应 自然比其他小前锋慢一些 当防守对方的小前锋时 张振霖经常跟不上对方的节奏 出现漏人的情况 后面通过更多的比赛和经验的积累 希望可以弥补这个缺点 看到如今的张振霖 难免会让大家想到巅峰时期的贺天举 曾经的贺天举 在CBA赛场上做到的 丝毫不比如今的张振霖差 巅峰时期的贺天举 在辽兰的战术地位和郭爱伦不相上下 是辽兰外线的核心 而伤病回归之后的小贺 惧怕对抗 脚步移动缓慢 缺乏自信 最终泯然于众 像张振霖这样天花板很高 而打法又较为暴力 依靠身体的球员 一定要避免较大的伤病 总的来说 假以时日 提高自己的稳定性 并练好防守 相信他成为下一个丁雁宇航 也绝非不可能 常规赛第19轮 广煞对四川一战 那时还是广煞主教练的李春江 竟然在一次暂停中 对球员下达了这样的部署 如果不说他的名字 光看这句话 你说这是杜兰特我都信 当然他不是杜兰特 而是外号善大杜兰特的朱松伟 朱松伟比张振霖大三岁 上海人 和其他球员的篮球之路不同 朱松伟是通过2020年的CBA选秀大会出来的 效力于四川队 虽然起点不一样 但是他也是拥有15年球龄的人 小学二年级 就被姚明的启蒙教练李章明选中 开始接受正规的篮球训练 就读汕头大学期间 帮助善多大学重回CUBA全国赛 并杀进16强 朱松伟也被誉为 善大篮球复兴的王牌人物 被善大的奥级教练 称为善大杜兰特 这是一位在CUBA 可以从1号位打到5号位的球员 上一届CUBA分区赛中 场均拿到22.3分 11个篮板 同时他场均还能送出3个盖帽 作为内线球员 还有一手稳定的中远头 同时还有持球发起进攻的能力 和出众的爆发力 在CBA 朱松伟的身体条件 是移动速度和寄停跳投来占据优势 并且在外线3分有一定的威胁 不但可以自主进攻 还可以去侧应球队的进攻 而防守端 他和张震灵的问题差不多 目前防守效率为113.1 排在全部球员第98位 本赛季截止到21轮 场均得到13.5分 3.9个篮板 以及两个助攻 此外还有1.2个抢断 3分命中率37.5% 罚球命中率82.4% 十分的全面 此外他还拿下了 本赛季第一个月的最佳新锐 如此发展下去 可能是他 朱松伟能够让李春江教练如此关照 也是对他的肯定 四川对广沙的比赛 朱松伟送出了两季爆扣 3分线外两度命中3分 在21分钟内砍下了14分 如此高效的攻击威胁 令李春江非常不安 于是有了那次暂停的重点防守布置 这一战的关键时刻 朱松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场前45.3秒 朱松伟强攻杀向内线 顶着拉杜利查的防守将球强硬放进 四川以106比103领先3分 接下来站至38.5秒 拉杜利查长传篮下的分球 又在朱松伟的防守干扰下被抢断 四川队就此奠定胜局 实际上在第15轮的四川与广沙的交锋里 朱松伟就已经给李春江带来过伤害 内战的中场前43.2秒 朱松伟强起造犯规 两罚权重将比分改写为112比110 四川领先 最后时刻两队都没有再得分 朱松伟的两次关键罚球 也成为了宝贵的制胜球 朱松伟的模板虽然是周鹏 但现在的他还需要去练好防守 这样才能把这个位置给撑起来 希望他像杜兰特那样驰骋赛场 但眼下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少年多热血 殊途却同归 朱松伟和张震琳披荆斩棘 最终在CBA的赛场绽放光芒 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 相信他们一定会成为中国篮球的中坚力量